那中火就在寬恆的選區 那中火在寬恆的選區 但是我們的執政黨竟然威脅我們說 如果公投 藻礁公投通過了 中火必須要每年加燒五百萬噸的燃煤 每一年喔 不是只有一年喔 用這種恐嚇的方式 恐嚇選民 告訴選民說 如果你不讓這個公投可以通過 那就要再中火增加 讓我們中部的鄉親 又活在這個恐懼夢魘當中 所以這樣的政府 這樣的政策 我們民眾就是要站出來 我們要站出來 來行使我們的公民權 未來的選舉造勢 會不會邀請盧市長一起參加呢 我們現在選舉已經在快要進入倒數階段 選舉我們一步一步 我們就是要清楚 多多所有地理政府鄉親的民動 比較均勁 相信這四年來 這六年來 民進黨之前 所有鄉親應該就想辦法 你們的貴料比較好 你們的管理 有去保護嗎 你們的生活 有比較安全嗎 你們的身體有比較健康嗎 這些問題都是關閉到這次四年公道的計劃 所以說 不僅是四年公道的工作 我們要真認真來面對 官方這次的保存 我相信 也是我們地平民意的一個表現 政府擁抱這種轉為替 轉忙碌 轉政黨的攻擊 對官方這個人 來超過九成為替 四十天 台北四十天 全民的公平 七個政論節目 七個政論節目輪番的攻擊 每天上演這樣子的一個批鬥大會 難道這個國家沒有重要的 這個重要的民生議題 沒有 總統府不需要監督 行政院不需要監督 民生法案不需要監督 不需要去討論嗎 只有監督的一個人是最重要的 陳部委員有提到說 剛剛正對您的說法 其實他之前在被罷免的時候 天賦也不少於您 那他認為說就是 他有說您是草莓冬瓜 那為何人從他面對 從他這種低下的言論 齁 就可以知道為什麼民進黨 連一絲一點點的聲音 一點點不同的聲音 批判都受不了 為什麼要把中天關掉 他已經掌握九成的媒體了 為什麼連一點點批判的聲音 都無法忍受 那陳柏惟擔任立委的時間 被人家檢討 那寬衡在選舉還沒倒數 短短的四十天就有一百多集的節目 在討論 在批鬥 這比立原則根本就不相符 再回去看寬衡擔任七年的立委 我們有像他這樣荒誕不羈 這種光怪陸禮的言論嗎 我們有像他這樣子被 被所有的人來檢討嗎 我們在這七年當中 我們所做的一切不是為了地方的發展嗎 如果從外觀來看 主結構其實沒有什麼動物 接下來是不是有比較大的 一個拆除區 一切按照 集合單位 拆除單位 還有專業的公關 按照他們的時程 政府的規定 來進行拆除 那會不會監視有關公投嗎 那這個民進黨議員 犯人過去擔任社民黨召集 他是有批評民進黨對藻礁 是他們說他們是會製造污染的綠色 但是呢 他們現在是跟民進黨說 要一起投下不同意 不過這個犯人他13號有解釋說 他說民進黨現在在做出外推的最大努力 想問江貴委員會詢問 委員能不能看 這就再一次證明嘛 加入民進黨的都是雙標嘛 那只有民進黨的標準才是標準嘛 那所以藻礁也一樣 萊豬也一樣 公投綁大選一頁也一樣 過去講的都是一套 現在又變另外一套 然後所有加入民進黨被民進黨重用的人 不光是不分區立委 包括這些政務官也一樣 把你們過去的良心跟言論拿出來比比看吧 大家用力來比一比 最後這五天三天的時間 把這些言論拿出來比一比就知道怎麼投票了啦 他們過去的主張是對的 但是今天都來反對 所以這一場的公投很簡單嘛 就是今天的民進黨 跟過去民進黨的對決嘛 所以民眾要怎麼投票 太清楚了 就投同意過去他們的那些主張 那些主張就是反萊豬 那些主張就是保護藻礁 那些主張就是公投網大選嘛 所以范雲委員今天出來說的 把過去的言論拿出來 那就很清楚 告訴我們要怎麼投票了啦 其實剛才江委員已經說得非常的清楚了 就誠如剛才我們潘衡委員也特別提到 提供台灣穩定的能源是執政黨的責任 他不能用這種恐嚇的方式 政府一直在講說 希望2025年達到一個非核家園 也希望我們的綠能能夠趕上 那現在卻用 因為如果我們的綠能沒有趕上 我們只能夠用三接來替代 如果沒有三接的話 我們要不斷的加煤 用這樣子一個論述 我覺得沒有辦法讓全民幸福 所以只有三接這個選項嗎 如果我們公投過了 不是政府應該去想辦法 提供穩定的一個能源政策嗎 而不是就用這種恐嚇的方式 那老闆關主委 陳吉祥號在臉書說 南海長期以來 在說像產業上都是台灣競爭的對手 所以呢 如果我們台灣贏 反萊豬公投就要投下不同的票嗎 我們跟南海競爭的項目其實很多啦 我不曉得為什麼陳吉仲只有挑CPTPP這一項 那只有挑萊豬這一項 過去我們跟他競爭 民進黨執政的這幾年內 我們輸韓國的項目可多了啊 你說韓國他加入國際組織 加入CPTPP這一種類型的區域經貿整的組織 比一比都是啦 你要怎麼樣拿這個來跟韓國比呢 重點是你跟你自己比啦 2016年蔡英文總統的就職演說怎麼講的 2020年連任又怎麼講的 CPTPP講了多少年了 請問民進黨政府 我們到今天是什麼階段 我們還比老共晚申請參加啊 結果你今天要說跟韓國來比 那擺明就是模糊焦點啦 擺明就是在找藉口找理由而已啦 不要再騙老百姓 老百姓不是不懂啦